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是行着林 是的 那我知道 接下来你有一个新的剧集 叫做《我和婚姻的战斗》 即将播出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在拍摄这个剧集的 心得体会吗 这部剧集 和我之前拍摄的 谈恋爱的剧集 就是爱情剧集 不太一样 它讲述的是 结婚以后 比如说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发展的一些事情 包括跟社会话题 跟中国现在比较热议的 社会话题 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所以衍生出来 很多事件 以及就是大家会讨论的一些点 所以它会比较 它的节奏 包括它的剧情的方向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我在里面是一个 职业是一个律师 然后这个律师是一个 和我之前的霸道总裁 会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区别 而且当时律师的头发 就像您这样是比较 比较就是比较精神的头发 不过是像现在这种 偏长一些的 然后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形象出现 我还蛮喜欢的那个形象 对 所以我很期待 那我发现其实你入行以来 演过那么多角色 大概人物设定 应该在二十多岁左右的 那这一次秦灿这个角色 他人物设定在三十岁 对 所以有什么特别之处 相比之下之前演演的角色 其实我很高兴 秦灿这个角色 是在目前这个时间 让我遇见的 因为首先我就二十七岁了 然后我入行的时候是十七岁 入行十年 所以对我来说 这十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加上本身的年龄 也到了快接近三十岁 所以去处理秦灿的时候 那我会觉得跟他的思想 或者很多价值观 是比较契合的 就是很多秦灿的表现 秦灿的思想 可以跟我产生共鸣 然后我能跟他共情 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 去诠释秦灿的时候 我能从秦灿的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同时也可以让我有很多时候感同身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这是一部算是职业剧嘛 然后你在里头是一名律师 所以有什么挑战吗 可能那种词汇啊那些 词非常多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我说里面有一千个字的台词 五百个字的台词 但是因为如果说是一个演讲 或者像我们现在这样聊天 我可以有就这样等待的时间 或者我可以说换一下气或者什么的 但是因为律师他的设定 比如说就像就是他可能从学习 入学到社会上找工作 其实他都是在学习这些法律上的知识 以及这些东西 所以他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的思考方式都是下意识 所以就像我们不能去太多的思考 所以像一些说到一些专业性术语的时候 他应该是非常快的 可能脑子响到嘴说到了 眼睛刚过去 就他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下意识在里面 所以他就要提前去做功课 去先了解平时看一些律师的素材 说律师平时帮别人处理事情是什么样的 以及网上很多律师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大概的感觉 包括去读一些律师方面的书籍 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 你再去读这些台词的时候 你会更加的接受 会更加的适应 那除了这一部剧 接下来你还有另外一部剧 叫《我的女孩》 也即将播出了 这一部呢听起来那名字 是不是很熟悉呢 因为它是翻拍韩剧的 这部经典韩剧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一部翻拍的版本 有什么最大的亮点 最大的亮点 其实我觉得是 我们保留了经典 这部经典作品里面该有的地方 同时我们又加了一些 中国的特色在里面 就可能比如说 我们国家会有的一些东西 以及可能包括 他这部作品 其实韩剧 韩剧《My Girl》是在 就是很早 离我们拍摄这部作品 其实有十年的周期 那这个时间段里面 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都不一样 就像我们可能拍 我们现在拍戏的时候 就不会存在原来 剧本里面 原来的那种问题 说发个短信 可能大家不会看 或者也不会打视频这种 因为我们现在出门 打视频是一个常态 然后去谈一些消息 甚至这些 因为包括社交媒体 都是我们的一个常态 那因为这些 可能一些符合逻辑的东西 就会变得不符合逻辑 那这些都是需要调整的 所以我觉得 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修改 然后以及在 人物设定上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们会尊重 他本身的样子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说到这个 除了有点进化 跟修改之外 你饰演的这个角色 薛桓宇 你在演艺方面 我设计了什么东西 其实 其实我看完之前的薛公灿 我压力挺大的 因为薛公灿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物角色 然后薛公灿 饰演薛公灿的演员 也演得非常好 而且确实非常帅气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压力很大 那我会觉得说 我也去看了他演的 因为我也要从他身上 吸取到这个 就薛桓宇这个人的一些设定 他的一些思考方式 他的一些情绪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去做一些我的东西 准确来说就是 我觉得我把我自己 和薛桓宇在那段时间 融合在了一起 那接下来拍的新剧 你有什么想法 就是说想要拍 什么样类型题在这一阶 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 人生的不设限制 就是我在不同的年龄段 会接触不同的作品 接触不同的设定 那它是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 会出现新的一些变化 那也许就像我们两个现在在采访 然后有其他人看到了 说原来行招林跟20岁出头的时候 不是一个状态 它是这个状态 那可能会觉得 它可能适合是这个样子 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随机在发生变化的 那包括我整个人的状态 也在发生变化 那在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下 去接触到的剧本 也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 但我会做的就是 找到我的剧本 找到我的戏 然后不同的角色 我都努力地去演好它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 更加地多姿多彩 然后更加地不一样 去感受每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我做演员很幸福 那职业剧你擅长的 现在霸道总裁之类的 程序员之类都演过了 所以接下来题材方面 有没有想过要演那种 悬疑的宫廷的这些 有想过吗 都是蛮感兴趣的 我觉得我来者不去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就哪怕比如说 就像霸道总裁 我演过好多种老板 每个老板都不一样 对包括职业剧 也许明天我不是律师 我是个医生 我也可以 或者明天我又是一个 哪怕我是一个骗子 我都可以 对就是 不是那个局限 对哪怕明天我是一个 就是比如说汽车工程师 或者类似这样的都可以 那我愿意在 接受我的每一个角色的时候 我去多学一门手艺 多学一个东西 那它就会让我的人生 变得更加丰富 那其实挺好奇 因为好像你的对手戏 对手演员 尤其是梁杰 合作特别多次 对 那还有其他演员你想要特别合作的 特别想要合作的吗 不论男女 有 其实我的 我还有很多剧集里面 也有一些其他演员朋友 我们也有在剧里面 就是重复的出现 然后也有大家合作过很多次 只是可能没有人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看 我和梁杰之前演的一些作品 对然后我是觉得 因为其实好演员是不缺的 国内的国外的有很多演员 那我能做到的是让自己一直是一个被讨论的好的一个演员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去遇见更多的对手 不同的对手 然后去让自己学习跟进步 以及去交到好的朋友 对那也许不好说 我还会来马来西亚拍戏 然后认识一些马来西亚优秀的人 能跟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一起去进行作品的创作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是的 那未来的发展 现在你主要是专注于网剧跟电视剧 那接下来有考虑过想演话剧啊电影啊 还是网唱歌和跳舞这一方面的发展呢 多方面发展有吗 这些其实我都有计划 就像其实最近有人问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去唱歌跳舞 我说那在这两年 如果收入比较可观的情况下 那我希望我会拿出来一部分预算 满足自己一个小的愿望 也许我30岁之前我会出一首单曲 或者说我自己唱跳一下 因为毕竟这个可能过了这个年龄段 我就不能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它可能是我的一个潜意识的计划范围内事 但不是说我一定会做 当然就是说在前提允许的情况下 我也许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包括说电影如果有好的角色呀 或者说有我喜欢的东西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争取 因为做这行这么多年 其实我并不在乎说到底一部戏 我赚多少钱 或者说怎么样的 这些都是外在的是角色本身带给我的那个魅力 包括我能接触到我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东西 那这一次你来买下主要是为腾讯的BTV站台中年庆 同时间呢也为你的新剧造势嘛 断个身 那就是你第一次来买下吗 严格上来说 严格上来说我是第一次 但非严格上来说 其实我2018年就应该会来 怎么回事呢 因为2018年的时候 我正在播出双视宠飞的第二部 然后当时剧组就说联系我们说 有马来西亚的线下的双视宠飞2主创们的一个见面会 然后说来马来西亚 然后当时我也听我说 我很感兴趣 但因为当时我正在其他剧组拍摄 那如果我要是说请假来马来西亚的话 可能因为我兴奋很多嘛 就其他剧组就要停工 大家就要等着我 所以我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蛮遗憾的 现在也都过去很多年了 所以能来到马来西亚 其实我觉得也是 当时我觉得很遗憾的件事情 现在我觉得我来了 我过来了 我觉得很开心 那也希望以后可以多来马来西亚和大家见面 那你对马来西亚的印象是什么呢 当你还没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其实我说实话 我没有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觉得马来西亚跟周边的很多国家是差不多的 因为离得都很近嘛 就像大家就是都是在一个区域的 就大家都很像 但我发现我来到马来西亚之后 我发现城市的街道非常干净 然后包括像比如说 很多设施做得非常的人性化 然后大家对我非常友善 然后榴莲很好吃 然后发现大家都可以跟我沟通 就大家都会写简单的汉语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在除了沟通的基础上 我可以和大家一起聊天啊 开玩笑啊 这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比如说大家可以用英语交流的时候 比如像英语它不是我的母语 我跟大家交流可能我的英语没有那么的优秀 可能我跟大家聊天 我可以问他我要吃什么 或者我要去哪里 这个路怎么走 我要买什么东西 但我没有办法跟对方去谈心 但就像在马来西亚咱们这样聊天 我可以跟您一块谈心 我可以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们一起聊天 比如说我可以问问他生活上一些事情 我自己生活上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聊得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这一次终于卤月来到马来西亚 在之前出发前呢 有做什么攻略吗 还是看一下路书 想吃什么东西啊 去哪一个地标打卡有吗 就像马来西亚的那个双字塔 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 它其实是在1993年就已经设计要开工的 然后是在98年还是99年建成的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当时就是我要去那打卡 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其实能在93年的时候 提出这个外形的设计 这个感觉包括放到现在2024年了 就是去那个地方打卡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几十年的一个地标了 但是它依旧让人觉得非常的新鲜 然后非常的有科技感 就是完全不会觉得说 在这个20开头以后的这个时代 会让它觉得过时 比如像有些建筑可能比如说过了二三十年 它会觉得好像那是那个时代的厂物 它会觉得它很有历史意义 但它不会有那种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其实来马来西亚包括主城区什么的 会让我觉得很发达 眼前一亮的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很不错 然后包括像吃的榴莲有很多这种品种 什么有根什么叉肉酒的 然后有什么黑刺的 然后有猫山王 各式各样的 然后包括榴莲 什么时候应该从树上掉起来 然后该怎么吃 包括刚刚还有朋友告诉我说 吃榴莲 要在那个榴莲壳里面撒一些盐 配一些水 可能能消火 然后包括也有朋友告诉我说 椰子配榴莲水消火 那像之前我以为只有吃这个山竹配榴莲 才可以消火 就各式各样的 我觉得我也过来以后 也接收到很多新的知识 包括很多饭菜的做法 然后我觉得吃到好吃的 我可能回去 我也会买一些食材去尝试一下 然后包括我攻略了 来马来西亚要打卡的一些美食 我完成了四个 然后以后有机会 我还会继续去打卡 然后这次走的时候 还有在机场免食店 一定要买了当地的那个酱 说那个酱拿回去做饭 或者做面条非常好吃 我打算走的时候在机场买一些 那正好其实你这一次来到马来西亚 刚好遇上我们的榴莲季节 对 是的 所以你可以到处的都可以看到榴莲 然后可以说就是说 接下来呢 因为今年刚好是 马来西亚跟中国建交物是中年 所以接下来呢 你在中国也可以吃到我们的鲜果 而不是冷冻榴莲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有机会你可以 之后你在中国也可以吃到我们的榴莲了 哦 因为我之前买的很多马来西亚的榴莲 都是冷冻的 对 都是冷冻的 而且其实在我们国家 那些空运过来冷冻榴莲 其实价格很贵 而且它也不是完全的就是最新 它都是第一时间真空完 然后放到冰箱里的那种 对 所以其实吃到鲜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下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 因为我看到你在网络 你挺喜欢健身 大篮球 那除了这之外呢 你对新科技这方面也是挺有兴趣的 有做开箱啊 分享 什么情况下让你有一个想法 就想做这一个数码博主 对 它就其实我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我喜欢 就是我觉得我很爱买这些东西 就像我喜欢吃榴莲一样 如果说就像以后我在中国能吃到很多种平整的榴莲 我可能还会做一个榴莲的开箱 告诉大家说 哦 比如说像有2Bi这个品种 然后像有黑色这个品种 然后猫山王也分好多种 然后还分像比如说每个季节什么什么样 我也会给大家讲解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的人 而我分享的东西一般都是我感兴趣 我喜欢的 然后我用过的使用过的东西 对 因为我也没有说把它当成一个收入 说哦 我靠这个赚钱 比如说人家厂商给我一个费用 我就一分享就给大家说了 我每一个用过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用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不错的我才会分享出来 对 然后包括我先用明白它是什么样的 然后才会跟大家进行分享 然后这也是我工作人员告诉我 你既然这么喜欢买这些科技产品 那不如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也可以少踩一些坑 我们那边有一个术语叫做避雷 排雷 简单说就是意思 怕有些人买多东西发现不适合自己 再去卖的时候其实浪费很多钱 其实我是帮助大家省掉这个环节 所以做一些兴趣爱好的分享 那最后 访谈的最后 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马来西亚的观众说的吗 很谢谢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我这来的这两三天的时间 其实我能感受到马来西亚的朋友非常的热情 而且我很喜欢这里 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而且其实这个季节在我们国家已经很热了 我以为马来西亚也很热 但是其实马来西亚的 这整个给我的感觉其实也很舒服 然后我希望能够多来马来西亚旅游 多来马来西亚玩一玩 也许有机会的话能生活个小半个月 一个月什么的 所以很期待继续有更多的机会 和大家一起见面 然后我会再过来这里 吃更多新鲜的榴莲 然后品尝更多种榴莲的 这是我一个很喜欢的水果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请照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有机会我们再见 拜拜